为什么其他设计游戏一队是五个人,和平基因一队却是四个人呢? 这个问题很多人一直搞不懂,今天来揭秘其中的奥秘,原因有两个 一,核心玩法不同,其他很多设计游戏的核心玩法是爆破模式 爆破模式5v5是最合适的,人数少了,攻防优势太大了,人数多了地图会很拥挤 而和平基因的核心玩法是经典模式,也就是大家俗称的吃鸡玩法 在这个模式中,每张地图的人数都是不同的,有100个人,有64个人,有32个人 在四人小队的情况下都是可以平均分配的,改成五人小队就会有人落单了 64个人会多出来四个人,32个人会多出来两个人 而且经典模式的很多载具都是四人的载具,不好做五个人 最关键是四个人的小队不多不少,如果五个人玩经典模式就会太杂乱了 所以四人小队对和平基因来说是最好的 二人数少不容易卡,队伍人数少还有一个好处,那就是不容易卡顿 两队交战顶多就是八个人,如果是五人小队就是十个人 别看只多两个人,会让有些性能不好的手机卡顿 所以和平基因改成四个人,有百利而无一害